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对重中部经济区和国家的实际贡献 不过 代表们表示 顺跨市的建立将推动城市化京城 因此建立关注气候变化和人们的就业问题 此外 代表们表示 发展成为中央直辖市 需要大量的投资资源 而成天顺化省的财政收入仍然存在许多限制 因此 要增强组织结构能力 同时注重培养和提高各级城管干部的素质 为了向各阶层妇女传播传新专业的愿望 为妇女姐妹们 专业者有机会交流 互动和联系传造条件 10月31日 在Gordon Palace会议中心 同南省妇女联合会组织了2024年 同南省妇女串一串一日 多项时间活动吸引了该省带练女联会员和干部参与 在这里 举办了许多与专业领域相关的活动和事件 如 女性创业子女探讨 项目产品介绍 贸易对接 落实支持合法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法规和政策 关于社会政策银行2023-2024年委托活动的初步会议 特别是这里还对各县市妇女生产和销售 到今30个站位和70种产品进行了展示和介绍 这真正成为一个连接女性交流 学习推广产品的大型节日 节日期间 唐南省妇女联合会推出了支持妇女串业 经济发展和妇女利用信息技术 加强宣传动员亦提高对档的政策 和国家支持妇女串业串行法律政策的认识 等专题的信息频道 10月31日 佟南省教育培训厅 于越南双日集团在梁士荣中殿高中学校 为佟南省近190名在2023-2024学年 克服困难学习成绩良好的学生 续行了双日集团奖学金办法一试 奖学金总额均7.61越南盾 每名学生的奖学金为400万越南盾 双日越南有限公司奖学金基金 自2012年启动至今 一项同内省学生提供了1900多个奖学金名额 总金额超过78亿元南盾 除双日集团外 奖学金基金还得到GVF化学制造企业公司 龙平Loteco工业区和龙德工业区 开发投资等公司的支持 这些奖学金不仅提供物质支持 更是精神鼓励的重要源泉 帮助学生自行的克服 在追求学业和人生梦想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 同内省教育培训厅的领导代表 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希望今后各单位继续与教育行业携手合作 关心教育事业 为克服困难 学习成绩良好的学生的梦想插上翅膀 10月31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称 中国刚刚在有正义的东海 举行了首次军事演习 辽宁舰和煽动舰 两艘航母参加了演习 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具体时间 但中国中央电视台告示 这次海军任务是在9月下旬至10月的假期期间进行的 上述消息称 演习在南海及东海的一个地区进行 以训练和提高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 中国中央电视台还发布了记录 这两艘航母飞机即将尝尽的视频 上述消息还指出 这次演习也在黄海和东海进行 尊敬的观众 克里姆林共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0月31日表示 乌克兰对战场上的不利事态发展感到担忧 该声明是在纽约时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呼吁美国提供射程为2500公里的占附导弹之后发表的 这一射程远待于乌克兰目前使用的任何导弹 佩斯科夫先生在回应媒体时表示 前线的情况非常清楚 俄罗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也在贯注这些事件 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的进攻势头 让基辅负感到担忧 这也是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提供远程占附导弹的原因 去他称 泽连斯基自去 志在使西方参与军事活动合法化 他说 显然 所有和平计划和胜利计划 本职上都是基辅试图将西方国家拉入冲突 并使其参与合法化 此前 纽约时报援引至情人士的华城 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提供占附巡航导弹 断气概报报道 美国冠言称 这一要求不可行 观众朋友们 刚刚收看的是 同那圣中央电视台的华裔新闻报道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